HELLO,我是沛莉莉 HELLO,我是沛莉莉 今天的小實驗呢 是要來開箱 眉毛印章到底好不好喲 你們知道眉毛印章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聽到的時候覺得 欸好酷喔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像是氣墊粉餅的發明 拍拍拍拍拍,按壓就可以上妝 這就是因為像蓋印章的概念 所以蓋印章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的話 其實是非常喜歡使用印章的人 連家裡的地址 但是通常都很長 我懶得寫 我就會直接做一個印章 這樣子每一次要填家裡地址的時候 就蓋一下就耶!寫完了 所以蓋印章是很方便的事 然後當我知道說 欸有眉毛印章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太棒的發明了吧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好不好喲 來看一下 它的包裝長這樣 打開之後呢 就是會有一個底座 底座的部分 這樣 打開裡面就是有眉粉 然後上面呢 就是有左邊跟右邊的眉毛 兩個印章 我買的是煙燻灰色 因為我覺得 眉色 就是眉彩的顏色挑選 比你本來的眉毛顏色還要再淡一點點 這樣會比較自然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囉 哪一顆印章 沾一點眉粉 這是左邊的眉毛 這是左邊的眉毛 蓋上去囉 它很貼心的是它這個是透明的壓克力板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眉型 然後對準 看一下喔 眉頭先對一下 然後蓋印章 稍微按壓一下 好 這什麼東西 什麼鬼啊 好醜喔 這太黑了吧 唉唷 好啦那我先把另一邊也完成 搞不好現在是因為 這樣子 因為我另外一邊現在沒有畫眉毛 所以你們會覺得看不習慣 所以 所以應該就是 兩邊完成之後就會比較好吧 然後找到眉型蓋上去 嗯 這那個高低眉 喔眉尾沒有對好 小姐 給不給虧啊 好痛 天啊 我失敗了 我把它卸掉 好像變成那種 就是卡通人物之類的喔 是不是 烏龍派出所的兩金啊 之類的 好我們重來一次 好看一下 對啦因為你眉毛 畢竟是兩邊分這麼開 就像有些人常常畫眉毛 可能會 不小心就高低眉 所以 當你在用印章蓋眉毛的時候 要控制好位置 也是很重要的 這樣才不會 變成高低眉 然後或者就是有任何 不對齊的情況發生 那我 拿一支齒好了 好我再來那個 重新沾點眉粉 好先把兩個印章都沾好眉粉 好了 然後拿一支齒 量好位置 這樣應該成功機率會比較高吧 等一下 這樣好忙喔 量好位置 然後眉頭 好 欸它可以這樣子放嗎 好啊那我這樣放在上面好了 好 好 我找了一支齒 然後我們量好位置 蓋上去 這樣子應該就不會變高低眉了吧 好 好 突然覺得我好聰明喔 好 眉頭在哪裡 眉頭 對好齁 然後這邊呢 也對好了喔 差不多齁 位置應該差不多了 好 嗚嗚嗚嗚 好有點打不穩 走一下喔 好那我先完成這邊 好 好那這邊的位置也量好 蓋一下 好 怎麼還是醜醜的 啊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那麼醜 那我卸掉一邊 怎麼那麼醜啊天啊 覺得好用嗎 我昨晚買了一個垃圾 怎麼跟想像中不太一樣 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一秒完整嘛 我覺得被騙了 為什麼那麼難用 不行 要有挑戰的精神 我覺得會發明這種東西的 應該是聰明的人啊 畢竟硬張那麼好用對不對 對準一點好了 看好喔 眼神一死 好醜 怎麼會這樣啊 我再重新來一次 好 我又卸完眉毛了 我們現在再來試一次吧 一定要挑戰成功的一次是不是 好 我發現呢 用尺還是不太行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隻手然後去對齊 而且加上你的臉是有弧度的 所以你用尺對到了某個位置之後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把眉峰的位置弄好 那我們只能就是 憑感覺囉 好好的自己細心的對好 然後我發現可能是 雖然它可能蓋起來的顏色 已經是很淺煙燻灰 可是一上眉毛之後 還是會變太黑 所以我們就是減少用量 讓它真的變得更淡更淡一點 這樣或許會比較自然 好我們現在再試一次 眉頭的位置呢 可能也盡量往後一點點 不要太前面 如果太往前的話呢 也會不自然 然後眉峰 眉峰的位置好 確實的看好位置之後 這樣看起來應該不錯 看一下 還OK吧 看起來好像 還好 可是 好像還是太黑了一點點耶 等我一下喔 我覺得好像 做人不可以那麼偷懶 雖然我覺得 發明眉毛印章的人 應該有它的用意 就是應該是好東西 可是實際上使用起來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要 拿個刷具 然後 自己稍微的加強一下 例如說 這樣是 眉頭的地方 讓它暈染的自然一點點 然後眉尾的地方呢 也稍微的刷一下 這樣眉毛好看齁 咦 好像可行喔 可行喔 可行喔 這邊等 成功了耶 可是呢要把另外一邊 蓋得對稱才是困難啊 好 我盡量 我盡量 唉唷喂呀 你爭氣點啊 爭氣點啊 好 我對好一下喔 眉峰 眉 眉頭 眉尾 這樣看起來差不多齁 好 那我先輕輕壓一下 看一下位置我對好 看不到 好像太淡了一點 好像太高了一點 然後再下面一點點 有比較好嗎 另外一邊真的好難喔 我們自己不救好了 所以這個眉毛印章 這樣子可以蓋一邊的眉毛 哈哈 因為另外一邊你要對齊 其實不太容易耶 奇怪 好 自己鬥鬥手不救比較快 好 這樣好像還不錯齁 但是我覺得 算他印章設計 是一個聰明的想法 只是執行上有難度 但是這個的煙燻灰色 是好看的 所以如果說你撇除 他的印章的功能的話 直接單把它當成一大顆的 眉粉使用 也是OK的 所以也 也不見得就是 買了沒有用就要丟掉 他還是有他的用處在 他至少可以當眉粉 好 最後這樣子完成的眉毛 然後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還蠻好看的耶 那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一個開箱 然後實驗給你們看 有心動嗎 有想買嗎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 你有什麼 看到什麼新奇的好物 然後不知道他用起來怎麼樣 也可以 介紹給我 我可以幫你實測 好看嗎 好了 掰掰 喜歡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記得要訂閱頻道 這樣就能接收到 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囉 我們下次來玩什麼 新奇好玩的東西呢 敬請期待 掰掰 再按aba 再按摩 再按摩 我可以幫你按摩 拉一下 再按摩 再來按摩 再按摩 再按摩 再按摩